10月底万圣节过完了 万圣节期间 美国各地也是不平静 接连发生了好几起枪击案 在万圣节前几天的缅因州 一个叫做路易斯顿小城市 美国的东北部发生枪击案 开始说死了22个人 伤了几十号 后来纠正这个数字 死了18个人 那还不少啊 一个枪手到几个地方 乱开枪乱扫射 死了那么多人 这是大型枪击案 还有万圣节 各地也是发生了好几起枪击案 其中佛罗里拉州的Tampash 那个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城市 在美国的东南部 那个脚上也是发生了枪击案 死了两个 伤了十好几位 哎呀 这个枪击案每天都在美国发生 只是大型枪击案 才上媒体去报 不然的话呢 这个媒体都懒得报 整天发生枪击案都不算新闻了 哪天不发生枪击案 那才算新闻呢 像这个发生了大型枪击案之后 怎么办呢 哎呀 没别的办法 跟以往一样啊 这个白宫下半棋 致哀 然后呼吁一下啊 是不是能够空枪 实际上空枪啊 就是玩那些虚脱八脑的 没有一个什么实在的 每一次发生大型枪击案 我们就说说这个话题 实际上民间呢 实际上民间呢 有很多好主意 我们在以前的这个很多机会当中啊 也说过这个 比如说啊 发生在这个缅因州的那起枪剑 那个人呢 后来自杀了 40岁 他叫什么卡德啊 这个卡的 他是什么一个状态呢 他是有持枪症的啊 他是一个枪械教练 你说有持枪症的枪械教练啊 他应该是精神很正常心态很很端正的那么一个人 不然的话 你怎么通过那个 这个拿到那个license 拿到执照啊 对吧 那而且呢 他用枪的话 这种心理状态也是应该是经过检测的 应该是没问题 但是呢 还有一点啊 他这个犯案之前呢 有一段时间 他是说看过精神疾病的这个诊所啊 去访问过医生 他什么是耳鸣啊 还是说听见什么声音啊 实际上他周围啊 就是很安静的 没有声音 但是呢 他那个精神疾病 总是听到有声音 这是相当不正常的一点 另外在犯案之前呢 他暴怒过啊 他曾经这个扬言的说是要开枪杀人 实际上你看啊 这都是啊 这个不正常的一些征兆啊 但是呢 他这些征兆 反常的这些行为啊 言谈举止啊 没有被别人注意到 注意到了 人家也没把它当回事 就是这么不当回事 就是悲剧就发生了 关于这个 控枪不控枪的问题啊 当然美国这个宪法是啊 这个保障人民有这个拥有枪的权利啊 但是有了这个权利之后呢 你要说啊 真心想管真心想控 如果真心想管控的话呢 总是有办法啊 只要思想不滑坡 办法总比困难多啊 你先我们这个民间呢 就提出过那么 啊 几点啊 实际上这几点的话呢 我们重复重复再重复的话 我们也认为啊 不是多余的 我们希望啊 这些这个政治人员啊 能够听进去这个民间的这些建议 比如说 这个精神状态的检查 我买枪 第一次买枪的时候 我要通过这个 就背景调查呀 什么精神状况的这种啊 这个这个检测 没问题了啊 那72小时之内呢 他就把枪可以给我交货了 那但是这就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你买枪的时候啊 通过了精神状态的检查啊 身体各方面的检查都OK了 都通过了 但是这等于是一次性通过 完了受用终身 这个点呢 就有问题了 你看我们平时啊 这个每年都要进行一次啊 身体检查啊 你现在的身体状况是好的 心态也是好的 未必就等于啊 你的一辈子啊 就是一定会好下去 比如说咱们问一句 你看哪个精神病患者 他是天生下来 一出生就是有精神病的 他不是都后来得的吗 对吧 那你对于这个持枪人的 心态的检查 心态的这种啊 这个检测证明 为什么不一年搞一次呢 就像身体检查一样 另外的话呢 还强烈的建议什么呢 像这种啊 这个持枪人啊 每年一次到这个诊所去检查 精神状态的这种啊 这种行为啊 你医疗保险 不要去这个负担 这个费用 完全让他自费 那朋友说 那要是自费的话 他不是这个增加了个人的经济负担吗 对啊 就是要增加他的个人的经济负担呢 你既然有一耗这口 你要这个玩枪的话 你就别怕花这个钱 你要完全自费 付这个医生诊所 而且价钱不应该定的很低 对吧 不能够复原了事 得认认真真的啊 这个检测出你这个精神状态啊 到底是不是正常啊 医生那个诊所的话 要负全责呀 在这方面 另外的话呢 增加这个经济负担呢 还有其他的一些办法 比如说啊 我们这个车子 我们美国人啊 整天开车子 对不对 车子买到手了 出了税之后啊 还有什么呢 是年减费 每一年呢 都有一个license 这是到那个车管局 DMV 每年要交一笔费用 如果你车子尾气不行的话 还要检测一下尾气 这是对旧车说的 新车呢 比较宽松 每年都要一个license 这个费 年减费 你看我那辆车子 刚拿到这个年减费 一个小贴条 我贴上了 2024年 全年管用的 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这个保险 你看现在我们开车 上路都要保险 为什么要保险呢 就是说有一定的危险 开车上路的话呢 有可能会出事故啊 你撞了别人 别人撞了你呢 这都是事故啊 为了呢 在这个发生了事故之后呢 不会惊慌失措啊 这要上保险 不上保险都不行 这都是啊 强制性上的这个保险 那枪械呢 枪支呢 它比这个车子的危险性 是不是更高 对于危害社会的 这个这个程度来讲 是不是更高 如果有这么这个一定程度的 对社会有潜在的危害的话 它应该有保险费 但是我要有一把枪 一支枪一把枪 我就不必 现在啊 现在这个规定是 没有必要去 去交那个保险费 这个以后要是说 真正想管控枪的话 那就应该有这么一个 年减费和保险费 另外呢 比如说这个我个人资产 就比如买房子了 你看房子买到手的话呢 还有一个什么 每年还要交地税 交地税 这是什么道理啊 你拥有这个财产的话 你还要这个上这个财产税 那既然房子可以有这个地税 这个作为财产 实际上等于财产税的一部分吧 为什么拥有枪支 就不能够设立一个叫什么枪支税呢 你看啊 枪支保险 枪支年减费 再有一个枪支的这个财产税 把这三样给弄上去 再加上啊 第四样啊 就是啊 对持枪人啊 本人的那种啊 精神状态的一种啊 年减啊 如果这四样啊 作为一个综合的啊 一篮子的那么一个措施的话呢 相信啊 这个很多人啊 看到有这么重的这个经济负担的话 他就放弃这个拥枪了 这样的话呢 就会有效的哈 在社会上减少这个枪支弹药的这个拥有量 但是真正要啊 这个做到这一点的话呢 咱们估计啊 这个美国的那个全国步枪协会啊 他就不看了 那都是啊 这个共和党特别支持的啊 这个啊 美国总统当中 有多少位都是这个步枪协会的会员啊 他们都支持这个拥枪 实际上拥枪呢 还有一个悖论在哪呢 你既然说是宪法啊 保障人民呢 有拥枪的权利 干脆你联邦政府每人发一把枪不就得了吧 都有这个拥枪的权利啊 你免费给他们每个人发一把 每个家庭发一把 或者是这样 还有一点就是这个资讯的问题啊 你看我们现在要是租一个地方啊 在一个地方买房子的话呢 我们要对这个地区啊 多少有些了解 有些基本状况的了解 有些资资料啊 这个数据啊 都有 比如说这个地区 我想租住的这个地区 我想在这个地区买房子 这个地区啊 它的环境怎么样 学区怎么样 商场离得近不近 这个开车到高速公路 是不是很方便 这些数据都有 但是唯独呢 对于这个我居住的这个地区的啊 枪械弹药的分布 它的密度 这个资料没有 实际上这个从技术上应该能够得到解决 你看旧金山市啊 曾经在手机上有一款这个APP啊 有一款应用啊 可以下载啊 这款应用呢 可以查到旧金山市内啊 这个界面上啊 这个粪便的这个分布 你能粪便都可以啊 通通过手机找出它这个分布和密度来 对吧 那枪械弹药的话 为什么这个资料就没有呢 应该有啊 这个呢 那是民众啊比较关心的问题 当然这些合理的建议啊 这个有效的措施啊 是不是啊 这个这个各级政府能够采纳民间的这些 这个建议啊 那都是有待观察 我个人估计啊 他们不会采取 因为什么共和党是支持这个拥枪的啊 这个民主党的话 只是口头上啊 这个嚷嚷着说要控枪控枪控枪 但是实际上呢 真正要说啊 这个涉及到这个利益集团的那个利益了 他们就松手了 那这个呢 就是美国的现在的真实的情况啊 这个枪支泛滥 已经是变成了死口 已经无解了 这些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